台湾IC设计大厂08颗天极9300系列放量出货 全年营运4334亿是历史第三高 美股盈余48.5亿元 虽然相较前一年下降26% 不过全年仍旧大赚四个股本 我们看到2024是最初的媒体攻击 接下来的增长过程 也没有在我的心里 联发科预期2024年将是成长的一年 AI成长曲线才正要开始 而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今年预估约12亿只水准 高度看好AI带动的手机换机需求 联发科预期今年第一季营收较 去年同期强劲成长27%到35% 可说淡季不淡 不过猜例行坦言 今年成长仍有诸多变数 联发科也提及旗下的晶片产品 不断强化AI机能 除了投入智慧型手机平台 也将积极布局SOC车用 并进一步进攻热门的AIPC领域 此外同天联发科公告 总机理陈冠州与财务长顾大为 将自2月1号担任营运长 采取双营运长制 被视为为未来接班布局 新唐人亚的电视高级人首门童 台湾台北报道